忽然有一天,全世界的人类都成为了石头,这样冲击性地描写成为Dr.Stone新实际破题的内容,立刻引起读者兴趣。 本部漫画描写两位少年如何在这怪诞奇异的《十之纪元》中开疆壁土,又独具幽默热血之感,是一部不沉重且兼具奇幻冒险风格的作品。 由于主角具备丰富的科普知识,因此读者能够跟随着他不断地实验语念中,感受到科技大幅推进历史的狂想乐趣,即使漠视设定并不新颖,但叙事角度仍值得一看。 有别于一般手绘漫画,此作品采取了电脑CG模式,透过绘图软体在草稿上另行绘制出精细的背景效果,借以呈现逼真且临场感十足的画面,再加上人物塑造的立体度,因而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内容则为主角群们在以为自己已死亡的瞬间,受到Gunds的号召,以对抗外星人为前提所展开的科幻冒险故事。 游巫出现许多裸露、血腥等超越限制级的画面,耐受度不高的读者有可能会导致心理不适,加上收尾时剧情并不尽如人意,稍微可惜。 宫可激动对原为作者侍郎正宗于1989年开启连载的漫画作品,然而随后由知名导演押井首将,其改编为动画电影,为本作正式打开国际,尤其是美国市场的知名度,更是首部获得告示牌影音排行榜冠军的日本动画。 而本作不仅拥有出色流畅的剧情外,对科技及人性间,本体论等相关的哲学思辨也颇具厚度,加上对鸭客文化的重要象征,令科幻漫画迷将其视之为神作。 相较之下漫画的吸引力略逊于画面精致的动画,依旧是必看经典。 银河英雄传说最初是由田中方术所创作的科幻架空历史小说,讲述在未来,人类生活圈扩展至银河系,却因政体腐败导致民主堕落,独裁者重新掌权并与逃亡联盟交锋,是以太空科幻为背景的政治斗争题材,而后改编为漫画并延伸出动画,电子游戏等作品。 据西银河英雄传说拥有三个漫画版本,由藤奇所绘制的新版以更现代化的笔触呈现未来感画风,不仅生动展现太空面貌,同时也是手部完整披露小说剧情的漫画作品。 被誉为日本漫画一代宗师的首种志崇,被誉为其笔下最伟大的作品原子小金刚是其首部长篇连载,仿生机器人的设定在50年代可说前未新颖,更影响后世不少漫画的核心理念。 知名漫画家普泽直述便以本作其中一张世上最大机器人篇进行改编及绘制,可见其影响力。 为了让更多读者感受这套作品的魅力,台湾东泛出版社在2020年推出了全系列20册的新装版本,同时也在电子书平台上架,方便漫迷完整收藏。 赛博庞克是科幻漫画中的主要风格之一,以资讯技术为背景设定,高超先进的科技技术,与沦落败坏的社会架构呈现强烈反比, 有如梦中描写被遗弃的残驱少女凯莉失去一切记忆,心地纯山的她在压迫且无望的社会中,透过战斗试图拼凑起曾经的自己,象征着尽管希望微小仍闪闪发亮的寓意。 其在90年代推出后口碑未知高涨,同时影响不少后世作品,后被改编为电影爱丽塔,战斗天使,可说是妙思般的存在。 银河骑士传遗写实合理的科幻细节设定,独特的世界观与紧凑的战斗画面,满足了喜欢硬科幻风格之读者的渴望。 而作画时的细致处理也是本作看点,就连经大战后太空舱,角色依注的表面磨损,都能组一描绘出来,画面上的细心读到令人赞叹。 本品出身或读者喜爱,也在2015年拿下奖谈设漫画党一般部门大赏的殊荣并被改编为电视动画,承袭了原作构图上的精细,在不同平台也拥有优异呈现。 既是漫画家,也身为动画导演的大友克扬,在30年前推出了《阿吉拉》,并在1988年亲自将其改编为电影,在西方影视圈掀起巨大回响。 本作以及其写实的画风建构了趋于真实的城市背景,一细腻地描绘出场人物,赋予鲜明立体的角色性格,更将故事浓缩于六册完结。 对《乌喜爱》一口气追完进度的读者而言,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整部内容,接着再细细,返出其磅礴壮丽的世界观,十位令人回味无穷的经典科幻代表作。 巧妙地利用跳跃式的时间轴,以及偏向印象派风格的表现手法,深刻地描绘出宛如梦境一般的科幻世界。 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随着主角机器人心泻每个阶段的遭遇而产生不同的感受,屡屡当读者想要出手帮助的时候,神,就会向心有灵犀似的事实出现,进而改变书中角色们的命运。 本作不仅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当中还加入了许多如毕业生、侦探物语等令人玩味的经典电影元素。 此外,书名中还潜藏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浪漫伏笔,对乌喜欢少女漫画的朋友而言也是值得推荐的作品。 是否机器能够拥有自我意识? 来自台湾的吴雨使用它如羽毛般轻柔温暖的笔触,来挑战这个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的话题。 没有尖色的剧情走向,而是从陪伴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在未来的世界里,究竟该如何定义机器人。 另一方面,因为作品的构图和分镜十分干净且纯熟,加上人物的肢体和表情都描绘得相当自然,因此阅读起来令人感觉非常舒服。 虽然是科幻类的题材,却带来一股小阳春的欲贴感,所以当迎来意外结局的时候,会更加佩服作者铺陈故事的功力。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